王石和田普郡结婚了 10月9日 王石写田普郡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一个亚洲创变者颁奖典礼 因在绿色环保领具做出贡献 王石获得2018亚洲创变者奖项 发言中王石称 感谢我的妻子田普郡 看来田小姐历经六年月恋修业成功了 消息回传国内 吃瓜群众求证田普郡经纪团队 给出的回答 模棱两可 田小姐的思识 不太清楚 很快 对于论一直很敏感 的田普郡叫够了大家胃口 在朋友圈发出一张王石裸上身的照片 并配隐害羞的表情 默认了婚讯 自从恋情公开 对于这对妇女恋 大家的质疑之声就从没停歇 那时的王石还是外赫的董事会主席 是商界传奇 而他取得一系列的成功和身家 一方面得益于处类薄粹的才华 更多的则是基于他的前期某 省委书记王宁的女儿王江岁 当年王石还是一名默默门的铁路工人 在工作期间偶然认识了王江岁 随即陷入热烈 很快王石辞职来到王江岁所在城市结了婚 婚后 王江岁全心全力的帮助王石 而丈夫也不负众望 在商海打出了一片天 拥有一个女儿的家庭也算很幸福 可就是这样在普通人算是happy ending的时刻 王江岁却出了家 2012年10月 两人爆出离婚传闻 这段将近30年 为王石带来一切的婚姻解体 好笑的是 离婚没多久 2 013年初就有网友在碑机上偶遇王石田普俊 行为亲密 坐时从王石离婚 前就传出的出轨新闻 尽管王石对此回应 自己从没背叛家庭 田普俊更是和离婚毫无关系 可是去瓜群众并不傻 因为从田普俊和王石飞闻 盛销成正后 这个18些小明星就已经华丽转身了 谈起田普俊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在演艺圈多年 唯一能留下印象的作品 就是这环传中三次出场的敦机王附近 但必须承认 田普俊比一般想棒大款的女星有脑子 他懂得灵魂系和病肉体吸引长久的道理 06年就用新库拍戏转来的30万投资了自己 进入了长江商学院学习 看到没 姑娘们 到什么时候脑子都比胸重要呀 哦 当然不是说胸不重要哈 在那里 他遇到了跳板 啊嘿 真命天子 一段超年龄的校园恋情开始了 差不多一段网友爆料 据说田普俊和王石女儿是同班同学 同学变后吗 这是傻狗屑剧情 尽管没公开 两人还不像连体婴儿一般缠在一起时 田普俊开始了拟席 开设专栏 出版个人随笔集 作家身份Gert 允论是网签军 合作拍摄纪录片 投资电影 制作人 身份Gert 做了地产公司总经理 打造个人品牌 还在背影星空演讲 中大塔特坦成功时 并强调我没有靠男人 我们财务自由 两不相欠 对他的争执也说瞎话的 技能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么有才华的田小姐 你为啥没在遇到王石前发光发热 如此一对 不觉得你的抢电徒劳而可笑吗 客观来讲 田普俊是有才华的 出版书籍豆瓣评分平均6.0左右 我也读过专栏 比一些明星出的自传有趣多了 也算努力 投资 出书成绩不错 在为啥还有很多人对田一普俊吃之以鼻 答案很简单 就是他只要一出场就强调 我没占王石一点便宜 我独立自主 我们两不相欠 为了独立而独立 为了表达而强调 那么聪明 怎么就不知道 解释就是掩饰的道理 事业奋斗期被人帮助是很幸运而正常的 而感恩则是受恩人内心扩达的体现 总是欲盖迷章 云也只有一个 受了恩惠 但这个恩惠来路不明 并不光彩 其实 人人心里有感症 都知道事实如何只是说与不说 演艺圈对于田普俊的态度 在奇葩大会就有体现 勇敢的田小姐曾经宣称 但反正能让人活得嫉妒 就别活得让人同情 立刻被高小松对回去 如果能获得让人喜欢你 哪里又会有嫉妒 不管喜欢还是嫉妒 田普俊都在征服王石的路上成功了 最近巴黎找到一个可以利用岳父去抛弃妻子的男人 在我看来这种小三尚未的成功学没啥值得学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